好,那接下來進到滑船的部分呢 我們就把它這個底下座椅的部分鬆開 讓它可以比較自由的在上面滑動 我們就可以像這樣子 然後把它做滑船 這樣 它就可以帶到你的 譬如說背肌啊 然後手臂啊 等等的身體很多的部位 都可以一起帶動 今天的最後面呢 有大家期待的抽獎時間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 並且要開啟CC字幕喔 遮遮開箱 我現在人在哪裡呢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商品 我要跟大家一起進場 因為它實在是非常特別 單獨看這個商品 你可能不太知道它是做什麼的 不過可以提示大家 它其實跟你在家裡面做運動 是非常有關係 而且非常有幫助的 因為其實現在呢 在家運動已經變成一個新的蜂巢 但我們今天介紹的這一款 Tokuyo他們所推出的這個健健美 它其實是可以達到 有氧跟重量訓練 互相搭配的一台機器 而且它是三合一 它結合了Cable的重訓 然後飛輪 以及滑船機的一台居家健身器 那現在其實我們看到就是 它平常如果你在家收納起來的樣子 它這樣子其實薄薄的 並不會很大彈 它整個體積呢 大概跟一個32吋的行李箱差不多 要正式來做運動的時候 我們就要來把它展開了 把它展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樣子 這樣子 你就把它展開 最後的完全展開之後 它就會變成像這樣子的一個行駛 像前面這邊就是它的把手 那等一下我們做滑船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運用到這個地方 那這裡就是我們踩腳踏車用的 就是腳踏車的踏板 那這邊你的椅子啊 其實你就可以去調整它椅子的前後 比較前面的位置是 我們在踩腳踏車的時候 把它往前調 那如果你是要做滑船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往後拉 那你就一次擁有兩個使用率最高 而且難度上可以最自由調整的 有氧的器械 那我們這個地方 其實它上面有一個它的面板 那這個面板 其實就可以追蹤你的運動的數據 比如說你現在運動的時間 現在的卡路里的消耗 或是我的步數 好 那我們再看它底下 這邊其實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呢 可以調整八段的阻力 越往上的話 其實你到時候在做的阻力就會越高 那阻力越高呢 也可以讓你的心率更加提升 好 那講到這邊 我們現在呢 就來試試看 那首先呢 我們就先從這個腳踏車開始試試看 那你踩的時候啊 它上面面板上就開始算時間 還有你的步數 這樣我現在就可以看到 我已經消耗了一卡路里了 雖然我一直在踩 可是它聲音不大 因為它用的是一個叫磁組式的 POM低噪滾輪 讓它滑動起來可以很安靜 而且呢 它的椅子本身坐起來很舒服 它是使用了3D舒適坐墊 讓它在形狀上可以更貼合我們的屁股 所以你坐上去就會覺得是舒服的 那在踏板的部分 它使用的其實是鋁合金的踏板 讓它可以有更安全穩固的支撐 那這邊它其實也提供了一個手機的支架 固定成這樣 哇 你就可以這樣子滑手機了 跟人家聊天啊 講電話啊 看劇 都OK 另外還有一點是它可以調整三種角度 我們看到這個腳踏板的前面有一個可以踩下去 那你一踩呢 你會看到它這裡可以調角度 有111度 96度 跟76度 那這樣三種角度的調整 然後搭配我們座椅的調整 它就可以讓150公分到180公分的身高的使用點 都可以來使用 好那接下來進到划船的部分呢 我們就把它這個底下座椅的部分鬆開 讓它可以比較自由的在上面滑動 我們就可以像這樣子 好 然後 把它 做划船 這樣 好 它就可以帶到你的譬如說背肌啊 然後手臂啊 等等的身體很多的部位都可以一起帶動 那如果像我們剛剛這樣做啊 你覺得它的阻力不夠的時候 它其實有附上一個 配件 就是讓你把它裝上去 它的阻力可以從20提升到45 好那另外就是如果你想要拿它來做重量訓練的話 你就可以使用Cable的方式來訓練你的 包含像二頭肌、三頭肌、背部、肩膀、核心 其實都可以訓練 比如說像這個拉繩啊 你如果要把它做二頭肌的訓練的話 你就是像這樣站著 然後把它拉出來以後 往上帶 這樣子就可以訓練到 我們來做肩膀好了 其實也是像這樣 橫的往上帶 這樣子就可以 然後如果像是我們剛剛講說 你要做比較核心的話 你可以 像類似像剛剛這樣 然後你可能要比較往後仰一點 整個人 像這樣子做 背部的話就是你可以做得比較 挺起來 手這樣拉它 這樣的話其實你的背肌 就會發力 所以其實它可以讓你做蠻多的 不同的部位的肌力訓練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來介紹的TOKYO的健健美 讓你很方便的可以隨時在家裡面做運動 那最後呢就是我們的抽獎時間 我們今天要送出的是TOKYO的 三合一頭皮按摩洗臉機 有兩台喔 所以有兩位幸運的觀眾可以各獲得一台 那只要你完成以下兩個步驟 第一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影片 開啟小鈴鐺 第二是在影片底下留言 hashtag折折開箱 你就有機會可以來獲得禮物囉 那你在留言的時候可以跟我們分享說 你今天看了我們的介紹啊 你覺得怎麼樣呢 以及你現在的運動頻率是怎麼樣啊 都可以來跟我們分享 那請大家踴躍來留言 我們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